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 我知道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包间被我们定下来了 他 躲不起我们 斯隆大宗师 你也知道 麦尔斯可是五魂殿的主教 全是滔天的图皇帝 我们都得罪不起啊 他怎么会来这里啊 听说 他跟铁匠协总会一直不对付 难道这次又来找茬儿啊 小声点 小声点 原来是麦尔斯主教 斯隆大宗师 要不要我们把包间让给你们呀 你什么意思呢 可连你也有七十多计的修为 皆是个无用的气魂师 斯隆啊 只要你能说服楼高 让你们铁匠协会并入我们武魂殿 我就把包间让给你 麦尔斯 旁边就是铁匠协会总会 你仗势欺人也得看时候 那又如何 就算是城主见到我 也要客气几分 斯隆 你是从哪里拐来的两位姑娘 老狗不挡大了 滚开 长得真漂亮 你这凄难把你的人杖 混动我几位以上的强者 她是 她是 张老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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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滚 走走 等等 三哥说的是滚出去 啊 还不带路 各位贵客 快请 快请 五魂殿的长老烈 那群人什么来头 请 你们是五魂殿的人 放心吧 我们和五魂殿只有绝对的敌对关系 那长老令 这是我老师意外获得的 离行前 他特意把令牌交付于我 方便我们在大陆上行走 你 你当时应该追出去 狠狠狠教训一下这群嚣张的混蛋 你要是动手了 五魂殿 会将这笔账 记在铁匠协会身上 到时候 协会就会有大麻烦了 四龙前辈 我看铁匠协会 与五魂殿的关系 似乎很僵 在五魂殿看来 我们铁匠协会就是鸡肋 实质无畏 弃之可惜 但麦尔斯那个混蛋 向手边铁匠协会来捞外快 屡次派人来闹事 已经打伤我们不少人了 更新城的五魂主殿在那里 就在城东 麦尔斯今日受辱 定不会善罢甘休 胖子 稍好你去监视他们的动向 但千万记住 不要轻举妄动 放心交给我吧 四龙前辈 请您尽快准备好 我们需要的东西 明天铁匠协会的拍卖会 也请安排我们参加 晓鸥 蓉蓉 还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任务 交与你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敌坦叔叔 你们究竟给了老师什么东西啊 这两天老师不吃不睡地研究那张图纸 痴迷得不行 坦白说 老师一个人离开我实在不放心 我和四弟商量过了 派两名宗师级铁匠去照顾老师 宗师级与神将也就是一线之隔 有了他们 再加上楼高这个神将 咱们他们真可谓如虎添翼啊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善待几位前辈的 我们回来了 三哥 我们这次可是满载而归啊 这是 半斤发金 纯度比我之前得到的那款还高 这就是龙虚针吧 这块半斤 至少能制作上千枚龙虚针了